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新闻01台 为您播出今天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三 在今天我们首先所为您报道的 这仍然还是有关于现金补助金额 每个人2000块钱的这个争论 现在还在美国联邦参议院里面进行讨论当中 而民主党试图要扩大这个直接的现金补助的方案 在今天看起来恐怕会要失败了 参议院东书党领袖米奇·康奈尔在今天表示 他会把这个计划跟川普总统对于科技业的管理 以及选举政策的检讨这些无关要求的包裹式进行讨论 而这几乎是要注定会在年底之前难有进展 他在参议院发言的时候说 参议院不会仅仅因为民主党人害怕解决其中两个问题 而把川普总统捆绑在一起的三个问题奔开来 民主党所控制的众议院已经批准了一个独立的方案 要把支票从600块美元上调到2000美元 那是因为川普总统的推动 44名共和党人也加入了几乎所有的民主党人行列 然而由共和党所控制的参议院却表示 如果不附加其他民主党人认为有毒的川普总统优先事项 就不能够进行通过这个审查 康奈尔知道这个会破坏任何的立法企图 纽约州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 在今天再度试图用一致投票来通过独立的法案 扩大支付付付款 麦康奈尔连续第二次又拒绝了他的要求 由于争端在参议院进行 财政部已经开始 从昨天晚上就进行寄出最多600美元的款项 那么如果国会能够克服纪首的政治动力 把存款这一项的这个拨款呢 增加到2000美元 而今天看起来像是不太可能 政府以后那么如果真的增加到2000块的话 将会增加已经分配的现金 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 在28号页里面在在线上发表社论 警告川普总统跟任共和党说 如果国会真的通过加码的纾困法案 发给2000元给新冠疫情之下的全体国民 共和党将会输掉乔治亚州的两席联邦参议员的复选 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 一向是保持着保守派观点 他们在社论里面写着说 川普罕见的复合民主党把持了国会众议院 而要直接发2000元给民众 疏解新冠疫情并且振兴经济 是想要痛欧不帮忙他推翻拜登胜选结构的人 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也在其中 这个社论又认为 川普支持直接发2000元给民众 等于是帮忙民主党取得参议院多数优势 参议院共和党出于名字的理由 反对把纾困款由每人600元增加到2000元 可是川普却支持 叫共和党十分的为难 华尔街日报社论挖苦 直接发2000元现金 认为那么做不会造福到经济 原因是选民知道这2000元只有一次 所以不会改变经济行为 而且这笔直接纾困金 连疫情期间都保住工作的几千万人 都语入均瞻 叫本人本来已经庞大的联邦赤字 一次大增3500亿 被施自为是最保守派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 曼青都提醒川普不要支持给2000元 曼青表示川普治下美国国债成长之快 是二战以来之罪 但是很多经济学者表示 川普跟共和党力挺的2017年减碎和就业法 那才是国债暴增的推手 共和党以及保守派大多数不支持纾困金 增加2000块的提案 然而随着乔治亚州选民提前投票 1月5号更是要进行现场的投票 共和党内风迫不断 被迫思考是要让国家更高台债主 还是面对新冠疫情重伤经济 却不能够给民众一次财务的挹注呢 美国财政部长米努庆在昨天晚间 在推特上面发表说 尽管议员们还在是否把援助金额 提高到2000美元的问题争论不休 不过政府已经开始向美国人提供 急需的经济援助 纽约邮报在今天报道说 米努庆在推特上面写着说 美国财政部已经向美联储 提交了一份支付文件 用在向美国人支付经济影响款项 这些款项最早会在今天晚上就开始 直接存入一些人的账户 发放的工作将持续到下礼拜 拥有政府注册银行账户的人 将首先接到这一笔600块每个人的款项 财政部从今天开始 向那些没有和国税局建立 直接存款关系的个人 发放支票 联邦上述法院在今天对川普总统的 财务报表的一个法律诉讼 退回到下级法院进行审理 这进一步的推辞了众议院民主党 获得总统多年个人跟商业记录的努力 在这项裁决中 华盛顿特区的巡回上述法院的 三位法官所组成的小组 撤销了原先的地方法院判决 并且跟今年夏天的最高法院一项判决保持一致的高度 那个判决命令下级法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要更仔细的考虑 有关分配权力的问题 这些上述法官里面 有两位是民主党总统任命的 一位是川普总统任命的 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 是2019年向美国会计师事务所 Mazars发出传票 要求提供川普总统最近八年的财务记录 而该小组的民主党多数派表示 寻求记录是立法跟监督职责的一部分 也是正在进行的调查的一部分 而川普总统的律师试图阻止发布这项的记录 他们辩称国会正在进行一次 从政治上伤害川普总统的行动 美国地方法院法官跟联邦上述法院的小组 在此前曾经维持众议院传票的合理性 但是最高法院在7月 对政府立法部门跟行政部门之间的 这种权力分立提出了担忧跟疑问 美国副总统彭斯 拒绝参加了一个试图要推翻国会 1月6号对当选总统拜登的 选举认证的一个幕后计划 在本周早些时候 众议员高莫特跟亚利桑兰州的 共和党选举学院的选举人 提出了一个联邦诉讼 要求法官说 当彭斯主持国会联系会议 进行确认选举结果的时候 彭斯有权挑选亲川普的选举人 Politico在这个报纸 在昨天晚上报道说 本案的法律文件显示 戈莫特跟律师曾经事先和彭斯联系 试图达成一个交易 但是被退回 戈莫特的文件说 在电话会议当中 原告的律师做了有意义的尝试 以通过协议来解决根本的法律问题 包括建议副总统的律师 那些讨论未能够成功 却达成协议 所以提起了诉讼 在参议院 米苏里州 所选出来的共和党参议员霍时 在今天表示 他将会在国会下个礼拜 对选举人团投票 进行认证计票的时候 提出异议 这将迫使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 就是否接受当选总统拜登的 选举结果进行投票 到目前为止 霍利是第一个跳出来表示 要挑战选举人票结果的 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 率领众议院共和党议员 将在1月6号发动挑战选举结果的 阿拉巴马州联邦众议员布鲁克斯 在日前表示 会拒绝承认拜登胜出的 六个州投票的结果 霍利今天的宣布很重要 因为当国会1月6号计算 选举团的选举人票的时候 至少需要有一位众议院的议员 跟一位参议院的议员 提出反对意见 才会进行异议的讨论 有关的异议 不会改变选举结果 只会延迟对拜登在11月 击败川普总统的确认时间 那个反对意见 也将为川普的毫无根据的阴谋论 提供平台 声称他的选举被窃盗 霍利参议员的反对意见 将使得他的参议院 共和党很多同僚陷入困境 而迫使他们投票表态 来决定是否支持川普 或者是支持选民的突变意愿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 私下来已经敦促参议院的共和党人 不要加入提出异议的众议员议员 引发了川普在推特上 斥责和不满 川普一直在敦促国会 推翻这个选举结果 因为他的竞选活动 通过法院的 要试图推翻选举的企图 已经踢到了铁板 在纽约州州长办公室日前表示 由于新冠疫情形势不断的恶化 现在州政府正准备 要重新启用贾维兹会议中心 作为临时的新冠医院 一旦现有的医疗资源饱和 将会立刻启用 葛默的发言人阿佐蒂亚表示 为了应对最差的情况出现 保守旗舰应该着手于 重启贾维兹中心 他说过去几个礼拜 州政府已经开始准备 重启进行了紧急医院的准备 应对不断恶化的疫情 如果住院人数暴增 那么这些场所都可以 很快投入使用 诺斯威尔医疗中心执行长 杜宁则表示 重启贾维兹中心 作为临时医院可能并不需要 但是为最差的情况来预做准备的话 那么当下重开贾维兹中心的可能性非常小 然而需要重新开启的时候 医疗必须已经准备挺多的 今年春季第一波疫情的时候 贾维兹中心就被改造成为临时医院 联邦政府也安排了安卫号医疗船 到纽约抗疫 然而这两所紧急医院都没有能够得到 有效的利用 贾维兹中心接收了超过1000名病人 而安卫号医疗船 却只接收了182人 联邦疾病防治中心预测说 川普总统明年1月20号卸任之前 全美国的新冠肺炎病末的人数 恐怕会达到40万人 这表示在未来几个礼拜 恐怕会新增加6万5000人病末 全美国新冠病患在28号 又创下了疫情以来的新高 这个月就将结束了 不过12月已经可能成为 全国疫情最严重的月份 然而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院院长 佛奇医生则表示 由于假日期间旅行的人潮大增 所以下个月1月 新冠肺炎数据恐怕要比这个月更为糟糕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截至到昨天晚上 全美国确诊1952万例 死亡337,918人 而根据CDC多种数据的模型统计 全国新冠肺炎病莫人数今年5月是10万人 4个月之后破了20万人 接着3个月达到30万人 而却在再一个月之后就增加到了40万人 美国新冠肺炎人口病莫的比例 仅次于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 川普总统声称乔治亚州州务卿 拉芬斯伯格的兄弟正在为中国工作 尽管这位共和党政客并没有兄弟 川普总统是在昨天深夜的推特里面 咆哮地提出 他说州务卿和乔治亚州的州长坑普 不支持川普政府推翻选举结果的努力 是一场彻底的灾难 总统在这个推特上面写着说 我爱乔治亚州 但是从州长到州务卿的人 都是一场彻底的灾难 毫无头绪甚至于更糟 没有人可以这么样的愚蠢 川普总统对于在乔治亚州的反感 似乎从他的自理行间透露出来 在加州一名护士接种了疫苗八天之后 现在却检测出了COVID-19的呈现阳性的结果 根据Instagram的上传的帖子 这位急诊时的护士马修 在12月18号接受辉瑞疫苗 但是在圣诞节前夕 圣地阿哥的两家不同医院工作的马修 在轮换COVID-19的部门之后 开始感觉到不适 亏人疫苗的管理者 现在发现 对冠状病毒最佳的免疫力 应该是在第二次注射之后的七天 也就是在第一次注射之后的三个礼拜 所以这意味着 接种这个疫苗的人 仍然是有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感染到病毒 专家说所有的病患都需要两剂的疫苗 才能够获得全部的免疫力 纽约市民都非常熟悉 就是纽约的宾州车站 纽约市耗资16亿美元的宾州车站 新广场在今天节目了 这扩大了北美最繁忙的这一个火车站 并且帮助修正了一位著名建筑师 所说的60年前对老车站悲剧性的采除 这个新广场将在1月1号开始营业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 这一座占地25万5千平方英尺的莫尼汉列车大厅 有一个92英尺高的玻璃天窗 跟一个提供俘虏母亲所使用的休息室 将为17条美国铁路公司 跟长道铁路的轨道的乘客提供食物 并且为这个出名的拥挤不堪的交通枢纽 提供更多的空间 他是以已故的美国参议员莫尼汉名字来命名的 莫尼汉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 把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邮局来改造 成为整个宾州车站系列的想法 恢复1963年旧宾州车站被拆除当时 所失去的建筑的美感 由于宾州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破产 旧车站被拆除 而引发了强烈的反对 促使纽约市成立了地标保护委员会 并且采取了其他措施来保护纽约市的建筑的历史 普利兹奖得主建筑评论家高德伯格 是这个新列车大厅的设计顾问 今天他对老宾州车站被拆除表示遗憾 说那是公共建筑的杰作 新的整修项目2017年开始施工 尽管新冠病毒带来挑战 但是仍然还是在预算的范围之内按时完工 在任何时候这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而今天这更是一个非凡的成就 纽约州长葛默站在新建成的洒满阳光的大厅上说 尽管2020年是黑暗的 但是对我来说 这个大厅带来了字面意义上和象征上双重的光明 纽约市长白思豪在今天宣布 纽约市交通局在2020年全纽约市五个区 新建28.6英里的自行车道 而由此纽约市的自行车道总里程达到1375英里 纽约市中明年还会继续推行所谓的滤浪计划 建设更多的自行车道跟相关设施 白思豪表示在疫情期间 纽约市政府对于纽约市的街道进行了重新的规划 帮助餐馆等等小商家获得更多经营空间的同时 为公共交通乘客提供了除公交车之外的出行的选择 通过新建的受保护的自行车道 可以鼓励更多民众选择自行车来作为新的出行方式 并且帮助民众加强健康安全防范的力度 根据市政府的滤浪计划 市府将在2021年年底之前 新建超过80英里受保护的自行车道 到2022年在从重点建自行车道 跟相关设施的社区新建长达75英里的自行车基础设施 为了了解华人市区对于新冠疫苗的想法和态度 美中亚裔健康协会在日前透过社交媒体微信 举办了小规模的社区调查 结果显示 有多达73.4%的华人受访者 最担心施打疫苗之后会出现副作用 另外也有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质疑 疫苗对预防新冠病毒没有效果 美亚健康协会的这份报告指出 共286名华人在11月14号到12月5号之间 参加了这项调查 而其中55%是女性 45%男性 年龄方面40岁到60岁47% 60岁以上占26% 17岁以下者5% 所有受访者当中 大约一半都是居住在包括华部的范围之内的区域号码 60616之内的 收访者可以对接种的担忧跟障碍的问题 做出多项选择 结果显示 大家最主要的担忧是 对疫苗的潜在风险跟副作用 有210个人都选择了这个项目 其次130个人 大约45.5%担心施打疫苗的费用 在康乃迪克州 一名著名的离婚律师 在圣诞节当天 枪杀了她的确诊的新冠妻子 然后开枪自杀 根据纽约邮报报道 警方消息人士说 上周五55岁的Sindy 在她母亲位于温莎洛克的家中 照看着家里面的狗 而她59岁的丈夫利库利 在她睡觉的时候枪杀了她 而丈夫利库利随后躺在妻子的身边 开枪自杀 当地哈德福的警方表示 被害者Sindy利库利感染了新冠病毒 而她的丈夫可能也感染了这种病毒 她的公司为顾客生产口罩跟洗手艺 警方说在周五的晚上 丈夫约翰利库利打电话给Sindy的哥哥 让她从岳母家把狗接回去 当时她的岳母因为确诊新冠住院 警方说Sindy的哥哥到达的时候 发现了这一项悲剧 在香港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 出售香港房产的事 现在遇到了障碍 今天北京方面说 房产跟出售事宜涉及到外交层面 需要获得中方同意之后才可以出售 目前美方跟买方没有能够如期完成交易 根据路透社所做的报道 今年九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 香港速售物业的恒隆地产公司得标购买 但是未能够在原定北京时间 今天中午之前完成交易 该公司在10号以前才获得香港政府的通知 说这个物业的出售涉及到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外交事务 所以要根据适用的外交规范来处理 新华社在今天报道说 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 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到这件事 他说 鉴于美国对外国驻美国使领馆房地产管理的规定 而根据对等原则 所以中方要求美国驻华使馆 包括驻香港总领馆在租赁购置出售 和其他的任何方式获得或者处置房地产 以及实施管设新建改建扩建修缮工程 也必须要相应提前向中方提出书面的申请 今天在节目当中最后要为您报道的 这是一个国际新闻 这是美国在今天第二次在波斯湾的上空 部署战略轰炸机 这显然是一种威力的显示 目的在阻止伊朗攻击美国或者盟军 在中东的目标 在此之前一位美军的高级官员警告说 伊朗正准备计划 所谓的一个复仇的细节 以报复在去年1月3号 杀害死亡的索莱玛尼将军 美国这位军官证实了 两架空军B-52轰炸机今天的飞行 而说这是对外船伊朗可能计划在未来几天 袭击邻国伊拉克或者那个地区的其他美国盟军目标的 意向回应 以上是今天美国新闻林一台为您播报的 重要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跟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